在我没有出国前 我从来没有和其他国家的人 就是同为室友 就是同时租一个公寓 我记得我在上海上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两个中国室友 然后加上我一共三个人 每次比方说室友或是我个人 如果有朋友家人过来 然后甚至留宿 或者是闹一些声响 比方说客厅不大 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无所顾忌的 和家人朋友聊天 就是那个时候 就没有觉得有什么任何问题 但是我出国之后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第一年来荷兰的时候 是在莱顿读硕士 然后住的学生公寓 有三个是有 一个是中国人 另外一个是来自希腊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伊朗的 然后好像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大概没搬过来几个礼拜 然后突然一天 然后我的室友敲我的房门 然后我很惊讶 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是我希腊的室友 然后他说他明天 明天是周末 然后他明天他要邀请他一个朋友 然后会在客厅就聊天 聊会天 然后 但是他说会尽量把声音压低 然后提前和我说一声 然后对 就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他有一个朋友过来聊会天 然后大概也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然后他就要特意要和我讲清楚 然后哪个时间段 然后会尽量把声音压低 希望不要打扰到我 那时候感觉比较吃惊 我感觉 你也住在这里啊 为什么要和我打招呼 然后又不是住在我的卧室里 就是我很吃惊 真的很吃惊 但是同时有一股就是一种感由 说不出来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就是一种感觉被尊重嘛 因为我给我那个西纳室友 基本上没有讲过话 就像陌生人一样 因为我也 因为也就几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我和室友也没有怎么交流过 就是感觉到 虽然感觉像陌生人 但是他们觉得同样是住在同样一个空间 然后那个客厅是公用的 他认为是 他占入了公的资源 哪怕是一个小时 他都要和其他的室友要说清楚 然后就是其他室友是否同意 就是是否happy 如果比方有些室友说 不行那个时间段我要干什么 或者是我很需要安静 我要有很重要的功课 我不希望听到任何操扰 我觉得他应该会安排其他事业 他也不会约他朋友过来 就是感觉互相是一种讨论 就是不是说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是他要和其他事业讨论 真的真的很受启发 然后很刺激 好像没过多久 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伊朗那个室友 同样也做类似的事情 也像我打招呼 就像我寝室一样 然后我真的很感激他们 就是然后他们甚至说 有一次说他要用客厅的桌子 想在客厅的桌子学习一回 因为卧室里有点太闷了 那我说那本来就是公用了吗 你当然可以用了 也不选合 可是他们就说一定要和我说 因为他们用了我就不能用了 因为那个桌子比较小 好像住了一年 快一年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我那个中国室友 他的他有很是他男朋友过来吧 其实我那个中国室友人很好 对我很好 我不得不说 中国人一出在国内的时候 像陌生人就是不认识的人 躲在大街上也不会和陌生 怎么见面打招呼 可是出了国之后 发现同时中国人感觉到格外亲切 是有那个感觉 然后他对我也分享热情 然后他男朋友过来 然后过来 然后他很兴奋 就是很兴奋 就是share他男朋友过来 要留几个礼拜 但是那个过程 他是兴奋的告诉我 给我分享一个好消息的男朋友过来 但是他并没有感觉到 就是他男朋友在这边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室友 他好像就是 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只是 就是和另外两个那个 室友所表现的 还是有点区别的 然后 这个我就不想太detail 就是慢慢品味吧 然后 然后想一下 这是第一年 接着 我搬家搬了几次 因为我搬了几个城市 好像 应该说 离开了莱顿之后 我搬到路特丹 然后也是同时 有两个中国室友 然后我们三个人租一个公寓 因为我在莱顿那一年 受我的那两个外国室友的影响 然后还有其他的荷兰同学的影响 我慢慢变得也非常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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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想到其他人 就是不是只想到自己的那点事情 会不会想到会反应到别人 就是特别更加顾虑 然后 可是我在 其实是不知道是些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因为 我把那个 就是 当做了 是好的一点 所以我学习它 我慢慢慢慢融入到我个人的行为中了 甚至于 我都植入到我的大脑中了 认为它是很刺激的一部分 所以每当我 我的外国室友 再次交面告诉我 然后还有客人来或什么怕影响我 我不会那么很刺激 但是我当然一直还是保持很感激 就是我感觉的受尊重 我很感谢他们 但是不会很刺激了 因为我认为 就是人和人就相处了一种互相尊重的一个 就是一个体现 当我在 当我在 讲到哪里了 当我在路德丹的时候 然后另外两个中国室友 就是因为我把它当做人生一部分 当做我很自然的一部分之后 就产生了一些摩擦 就产生了一些困扰 就是我很困惑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遭中国人的讨厌吧 有一次这样讲吧 有一次我的 其实我那两个中国同事也是我的 中国室友也是我的同事 我在读博士的同事 然后有一次一个同事 他就是他会经 不是经常 就是很常就是周末 会邀请其他的一些中国同事过来 吃火锅 是晚上的时间 然后声音很吵 有一次我不知道 然后我是回家 当时是我做的时间比较晚 回家我就想赶你回家做晚饭 实在饿了受不了了 然后当我打开门的时候 然后客厅坐的一圈 就是全是我我的中国同事 然后吃火锅生意很吵 然后他们没有一个人 甚至我那个中国室友 他们没有一个人 就是会关心问我 你有没有吃饭或者什么 我忘记了好像有一两个有问我 要不要加入他们 但是因为晚上太晚了 我不想吃火锅 然后我说我有披萨 然后但是这些事情没有了 第二天 不是第二天 过几天的时候 因为有其他的事情 然后刺激了我和我那个 那个中国同事友 发生了摩擦 然后我就提起这些事情 我说我并不反对 你请其他一些朋友 同事过来吃饭聊天 我没有理由反对 因为你也住住在这里 可是我说你可不可以 提前和我打声招呼 就是让我心里准备 然后我知道今天晚上 那个厨房是被占容的 我可能就会在外面吃完晚饭再回家 然后呢 也有可能我会把时间做得更晚一些 晚点回家 因为太吵了我也睡不着 可是他给我的反应是 就是他没有说sorry或什么 他就说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我也住我也住在这里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就是你又不是房东 然后我当时真的就是无语了 然后为此这件事之后 我真的不想把这定位成是中国人的现象 因为我自己也是中国人 但是真的太巧了 就是我搬离这个公寓之后 我又换了房子 然后换了别的地方 然后又有中国的室友 类似的情况 就是很自私 就是他们做什么事情 他们不会给你打招呼 他男朋友过了 住几天也不会和你打声招呼 然后就是也不会提前和你说什么 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 他们住住在这里 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是真的 然后我也是想说 我以后住房子不想和中国人在一块住 但是也许我有点太极端了 我之所以和我那个中国同事也是室友 然后吵架 现在还记得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有在我之前的视频 有提到过 重庆读博士期间有发生过一次 就是抑郁吧 就是很严重到 没法工作了 然后因为 很多中国同事都不理解吧 导师也不理解 就是我的言论也比较过激 很不讨厌喜欢 就是很不讨厌喜欢的一个人 然后那个时候 还好有我朋友在 然后我在墨西哥 然后晚了几周 就是整个人是很 就是没法放松下来的 然后 其实我那个中国同事 他其实人整体都挺好的 包括我刚来读博士的时候 他帮助我很多 因为我是医学背景 临床医学背景 然后有很多实验技术 是比较偏生物的 然后他是学 他有很强的生物学的背景 然后他帮我很多 就是很感激的 就是好的地方 当然我都永远记得 我好像现在想起 不知道是不是人性的一个缺点 还是什么 就是容易把别人不好的 或者是没有帮助过你 就是别人不好的事情 记得 反而比别人 他人就是帮了你很多 就反而忽略掉 仅仅一次就瑕疵 你就记忆 特别深 我也发现 我也有这样一个缺陷吧 就是特别把 不好的点 记得反而还是 我觉得真的很不好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改掉 这样一个 不能叫习惯吧 好像 嗯 嗯 我也说不好 应该不太容易改 但是我努力 嗯 多 就是感恩 与别人好的地方 嗯 不要斤斤计较 与别人的就是 过失啊 或别人没有及时帮助到你啊 什么的 嗯 我之所以说我以后不想就是和中国人合作 我并没有说中国人不好 我自己就是中国人吧 我肯定不愿意说我自己不好啦 我的意思是想说我有点后怕了 因为 嗯 就是 嗯 和不止一个两个三个 就是 中国 嗯 就是发生 嗯 或多或少的摩擦 反而我和其他国家人 嗯 哦 和荷兰人 荷兰的同事发生过一次 就是摩擦 嗯 然后其他国家人 都整体都蛮友好的 现在提的可能就是有点太片面了 比方说我只认识一个国家人 不能他不能代表他那个国家所有人 对吧 我我讲到这里 嗯 你就会发现 我就是一个 嗯 非常好的一个 什么 试验品吧 就是实际上有很多缺陷 值得就是有兴趣的人可以 通我 嗯 把我当成小白手 来学习 因为 你看我 特别容易记得 别人对我不好的 嗯 嗯 嗯 胡料掉别人 曾经对我的好 我妈也说我 只记得不好 又忘了别人对你的好 嗯 第二就是 嗯 总是就是 是以偏概全 然后我说我遇到了几个中国同事 他们的那个毛病 然后我就认为所有中国人都那样 就是我我真的希望我真的这次是 我是以偏概全 啊 也许我只能说运气不好碰到的 嗯 就是 嗯 不好的尾多吧 这样来讲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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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